日後首見 兒科門診回流 後診區還有好幾組在等 氣溫變化大加上防疫心態鬆懈 腸病毒 腺病毒患者增加 這一兩個月 單日看診量至少多二三十位 差不多 就是疫情 就那時候還比較嚴重的時候 等於就不用等 你一來就可以看 然後現在可能就恢復跟之前一樣 等很久 我們今天掛十一號 到現在沒看到 包括發燒的 拉肚子的 那其實量都變得蠻明顯的 以傳染病來講 發燒的外面正在流行病 所造成的疾病來看的話 最近這一個月 因此而住院的孩子的比例 真的是上升蠻多的 個人防護不夠嚴謹 從兒童住院率提高 看出端倪 而個病房三十八床全滿 一是驚呼疫情爆發後 佔床率首次出現百分百 後床時間增加是值得警戒的信號 包括新光醫院 台大兒童醫院也有八成滿 比起半年前是增加非常多 六成 現在增加到八成多 前幾個月小朋友的腸病毒 幾乎都不見了 所以表示前幾個月的防疫的強度 跟生活方式 是足以讓小朋友 不得到腸病毒感染 可是這兩個月來已經改變 預期如果說 越來越進入冬天的話 說不定戰場率還會再提高 開學季校園大群聚勤洗手戴口罩 防毒武漢肺炎 就連腸病毒夏季高峰期 都能穩定控制 沒想到入秋後反而爆發 高強度防疫讓臺灣度過 相對安全的夏季 但秋冬氣溫降低 下一階段挑戰才正要開始 三連新聞呂少博 詹家宣 特別報導